老公变心了 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你了 甚至开始反感你 那你呢 又不想放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想要挽回婚姻 到底该怎么办 今天这个视频呢 你刷到就是赚到了 老师今天呀 就带你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记得按赞关注老师 今年年初啊 有一位新加坡的女园主找到我 还没等她开口 我就问她 是不是想知道夫妻会不会离婚 她很惊讶 问我怎么知道 接着又说 自打丈夫事业有成啊 人就开始变了 对她是不冷不热 都没什么交流了 甚至没说几句话呀 就不耐烦 就怀疑啊 老公是不是外面有人 但是呢 又不确定 所以担心婚姻会有危机 通过他们的命盘来看啊 她老公现在走的是耕尘大运 尘土食神生耕金偏财 造成了命中正偏财混杂的局面 说明她现阶段呢 的确容易花心 但是不严重 也并不想离婚 而对于她自己而言呢 是笔尖透干 代表感情存在竞争者 所以有别的女人来绕婚 且伤官旺 性格比较强势 容易给男方太大的压力 才使得婚外女人呢 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 但最主要的根源 在于夫妻二人的婚姻功 都有动向 所以这个期间 婚姻就不稳定 于是啊 我就告诉她 不要焦虑 现在的情况啊 还不算太糟糕 老师可以帮你们夫妻二人呢 做一场合合法事 这是一个专门修复夫妻之间感情问题的秘书 可以深入到夫妻双方的内心 去唤醒对彼此的爱 消除两个人婚姻当中的不利因素 防止婚外情 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运势 让婚姻呀 走得更长久 就在法术加持了两个月后 她给老师发了消息说呀 老公现在变化挺大的 不但回家早了 偶尔还会安排一些惊喜 她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会主动示弱 减少了很多矛盾 老师也真是替她开心 一对夫妻要想长久的走下去 必须要共同用心经营和维护这份感情 外在的法术啊 就是一个契机 关键还在于 你自己有没有改变的诚意和努力 而一些夫妻最后走到离婚 很多都是受到了流年冲击 醒悟过来的时候啊 后悔晚矣 所以遇到问题要考虑的是 如何去改善 进而调整运势 如果你的婚姻也正在遭遇危机 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 不妨后台私讯老师 或许啊 我可以帮助到你